一星神装就能输出一万 对阵三星珠妹的六斗尼拉 直接把带走 一分钟学会堡垒毒枪 阵龙组成这样的 刘斯·希尔科 卡萨丁·塔里克 圣·尼扣·金克斯 组成四堡垒 双枪双法为主的多击半阵 上巴可以上奶妈 开出三巨神分两神域 或者挂大头瑞兹的撑卡 有堡垒转可以下掉索拉卡 开六堡垒 如果组案改建不是毒硬的话 后期可以把金克斯换成船长 这套阵龙在当前版本 是因为刘斯的加强才能玩的 我们端尤两个千分王者测试下来 成型有T1.5的强度 还在T1.5 说明它吃分比较稳 强度没有到T1 是因为端尤的环境比较差 这套打爆发阵容有点难 虽然上限低 但顺在冷门通行少 我们铲子的王者团队 也在铲子上测了 但测试结果只有T2的强度 是因为铲子的环境 比端尤更加的爆炸 都是高枪高裁决 这个阵龙又比较拖 完全撑不住 所以不推荐在铲子上玩这套阵容 装备方面主C刘斯推荐带 羊刀破甲 第三件巨杀或者无尽 有条件的话 也可以选择双羊刀加巨杀 破甲弓给金克斯或者靠大头来破甲 主C希尔科最佳三件套 是蓝buff鬼术科技枪 主坛宝石 带反甲龙牙救服黄土等纯粹的漏装 二位团队实测下来 两星宝石的坦度 比两星的圣坦度更高 一口消耗多余的漏洞 站位上是这样的 推荐英雄之力有这几 阿北个人比较推荐EZ 因为这套毒枪要养两个C位和一个墙牌 正常来说装备是不太够的 EZ提供的装备 不仅可以让我们前期打蓝胜 还能轻松的凑齐C位和前排的装备 并且这套阵子 无论是肉装还是AD还是AP 装备上都能完美消化 吸血鬼是类似于S9的堡垒枪 提供血量 升起前排质量 但是比较适合装备多的程度 推荐的强化符文有这些 那么这么强势的这种 该怎么玩才能稳定敲烂门呢 该去选EZ 先想好要硬碗的吧 2-1拉4 2-5拉5 用枪手搭配堡垒或者格斗 前期有合适的装备就做 尽可能的保证连胜 3-2拉6 补充机板和地盘 消耗点眼罐环节装备 保证血量的健康 4-1拉7 然后有三种等候 第一种是天狐过渡顺 并且飘到硫磁或者希尔克 那么可以选择滑水上发 第二种是常规情况 就是需要大地找两星硫磁 希尔克肾保识 和其余体系牌的两星 至少要保证保识两星 以及有一张希尔克和硫磁 再考虑上发 第三种是血量偏低的情况 把希尔克硫磁肾都硬逼到两星 再上发 这三种情况 需要大家根据你的对局内条件 去灵活选择 上发以后挂奶妈或者大头 有回桑期可以器换掉卡 萨丁或者尼克 如果能上酒继续优质承打击 成型以后的堡垒毒枪 凭借着优质的前排 和双C的稳定输出能力 与目前的主流阵弄 都能打得尤正有 学会了吗 现在玩不到的话 点着收藏 以后想玩了 第一时间可以打 想学更多上分阵弄 不要忘记关注阿贝